古陶瓷修复技艺主要分为拆洗 粘接 补圈 打磨和着色 每个步骤都环环相扣 每每看见破碎的瓷器 在手中被修复还原 在线历史的分茫 也激励着我更加热爱这份修复事业 我想它是我的热情 更是我的兴趣 更是毕生的追求 我是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杨韵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陶瓷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从事古陶瓷修复专业有31年 要说哪一个步骤最难 还是在着色部分 它对修复师的要求更高 对色彩要有高度的敏感性 和准确的捕捉和在线能力 从2016年起 我就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担任副教授 主要从事文物修复 陶瓷类的石钞课程 八年来培养了100多名学生 其中有十几位在全国各大博物馆 从事专业修复技艺 也为这项修复技艺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了人才储备 这次很荣幸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 那么我觉得身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身为移民大学的这个兼职老师 我新写了一本《古陶瓷修复技艺》的大学教授 也希望他能为这项修复事业的传承 发扬光大做出贡献 希望在这个岗位 有更多的年轻人接好这个班